大家好,我是喵喵,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视频的主题是 12值评价同情宝宝的测评和推荐 那今天的视频一共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关于我手上的这五支 相似度高达99.99% 价格也都是在175刀上下的 市面上比较流行大家比较推荐的几十通情包 然后它们分别是 Mabel的Transport Tote Iverlane的Day Market Tote的硬皮版和软皮版 然后还有Quiana Classic Tote的硬皮版和软皮版 那第二部分呢就是除了这五支非常非常相似的通情包之外 我还有七支不同包型或者不同品牌的评价通情包的推荐 所以今天的内容真的非常非常多 然后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因为今天第一部分的五支包实在是太相似了 它们的大小和形状甚至肩带的长度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横向的比较 就是从每支包包的包型啊皮质啊肩带的舒适度 还有内部分格的科学性来给它们做一个对比 然后我们先来说一下这几个包包的包型 Mabel的Transport Tote呢 因为它本身的长宽比更接近方形 所以它上身的感觉呢 就是那种比较乖巧圆润的顿顿的感觉 另一方面呢像Iverlane的这两支包包 不管是软皮还是硬皮 它都有一个硬挺的底座 所以呢包体一直是可以保持在一个方方正正的长方形上的 但是话说回来它的这个硬底座虽然能支撑包包 但你这样背包的时候 手可能会不经意的卡在这个底座上 或者这个底座会卡到腰 这个最经典的Kuyana的Classic Tote 它就是一个非常猪鬼中矩的倒梯形 但这个包包由于它自身的结构和皮质的共同作用 当你在里边放了东西之后呢 包包的两侧好像两个耳朵一样 气质上会有一点点像Seline的蝙蝠薄或者耳朵薄 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点 Kuyana同款Classic Tote的硬皮呢 因为本身比较力挺 所以是一直保持这个倒梯形的造型的 而且呢它还有另一种形状的背板 我们就讲到后边的时候再给大家详细说 那我说完包型之后来说一下它们分别的皮质 我们先说到大家最熟悉的Maywall这一只 其实它号称的就是用一整块牛皮做的 所以它体现出来的是那种比较粗犷的原始感的 就是那种野生皮的感觉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薄薄 不知道这种能不能看清 上面很多痕迹 就是指甲这样随便一刮就会留下一道指甲印 我是不在乎这件事情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使用过的所有的痕迹并不难看 但是就是看大家怎么想 那Avelyn的这只软皮的呢 它的皮质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它的售价是175道 已经非常对得起这个价格了 那它唯一一个在皮质上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惧的小缺点就是 它的这个油边摸上去有这种粗糙感 所以呢就是你伸进包包里翻东西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点点刮手的感觉 那Avelyn的这只硬皮的皮质呢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毛病 它也是就是如果你弄脏了的话 可以用水直接擦 通常硬皮的Tote 可能如果你不好好收纳的话会压它 但这一只基本上是不会的 然后下面我们要说今天皮质最好的两只 就是Cuyana的这两只 如果刚刚Avelyn的软皮的皮质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我可以就是这样说 Cuyana的软皮的皮质是在200刀指内我见过最好的 甚至这个皮的质感我觉得是接近了我的一些奢侈品包包的 这个包包不管是从厚度然后光泽度还有这个荔枝皮这个颗粒的饱满程度上来讲都是比刚才Avelyn的软皮的Tote还要好那么一点点的 而且像大家灰的这个颜色呢其实是在平价包包里比较少见的 因为这个颜色做不好会脏脏的 那这一只的颜色我就做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而且因为它是有一点点黄调的灰色 所以它跟不管是暖色调还是暖色调都是可以搭配在一起的 那最后一只呢就是Cuyana的这个硬挺的Tote 它的皮质跟刚才那个软皮的皮质是一样的 只是为了保持这个包包硬挺的包型它又加了一个内衬 所以呢这个包包的皮质也是今天所有包包里并列第一好的 Cuyana这个硬挺版的做得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做成这种内外不同颜色的拼色的选择 因为Tote这个包型本身看起来就是一个大色块显得比较沉闷 所以它做成拼色的这种呢就是增加了一些趣味感 那在下面我们来说一下它们的肩带 因为我觉得就是Tote包的肩带基本上决定了 它背在身上的舒适度和你的使用频率 那第一个呢是这个Maywell的Transport Tote 它这个肩带是三个里面最细的 但是因为它自己本身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软 而且呢也有一定的柔韧性 所以背到身上的舒适感还是很不错的 而且它会跟着这个肩膀的形状 所以并不会这样往下滑 那现在这个是Everly的软皮板 其实这个Everly的软皮板的肩带的柔韧性 并没有刚才的那个Maywell的好 但是因为它的肩带略略略宽于Maywell的那一支 所以它的就是压强更小 所以它的舒适度跟Maywell的其实是差不多的 接下来的这个Everly的硬皮的Tote的肩带 就真的是不那么太舒服了 因为它的这个肩带有一点点硬 而且宽度又宽 所以它就是相对容易滑落一些 当然其实你背了东西之后 它也没有那么容易滑 而另外就是因为它比较硬嘛 它有一点点卡这个肩膀的这个位置 但只有一点点 肩带舒适度方面的冠军 依旧是Crayna的这一支乱皮 就是大家看它这个包带的柔韧性也好 或者就皮质的延战性也好 背在身上既不勒肩膀 也不卡肩膀 而且也不会往下滑 它是很接近一个弹力带背在你身上的 那种柔软的 然后很有延展性的感觉 然后Crayna的这支硬挺版 它的肩带虽然相比较 它的软皮版稍硬一点点 但是也是在所有包包里 就是排名第二舒适的 然后呢我们就说到了 这五支包包的内部的分隔 然后我们先看Mero的这支 它是一个皮的口袋 上面有一个拉链 这个口袋其实大小并不大 就是给大家看就可能手机这么高吧 然后它的拉链呢就更窄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放日常 就是这样经常拿取的东西 就并没有那么舒服方便 可能就是保管一些非常非常贵族的个人物品 然后另一方面呢 像Everlyne的这支呢 它收纳的隔层是一个贴皮的方口袋 没有任何拉链 所以我们这样背着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口袋里拿手机什么的就特别方便了 而因为这个包包 它其实是一片皮贴到了它整个的包体的内侧 所以呢 它的背面会有一个这样走线的设计 所以这个包包它正面和背面的样子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个口袋 如果你把它里面装很多立体的东西 那么它背面就会鼓起来 而且如果尝试在你这样放的话 它背面的这个皮质肯定是要发生形变的 那就没有现在这么就是光滑立体 然后呢 在内部的收纳隔层的这个项目上面 库仰娜依旧是冠军 因为它刚好自合了刚才两个包包的优缺点 它是这样一个独立的口袋 上面呢 有一个不带拉链的隔层和一个带拉链的隔层 然后它这个不带拉链的隔层的大小 刚好可以放一个手机这样子 带拉链的呢 又可以更好的保管私人物品 而且呢 因为它是独立的 也会影响到整体的包型或者皮质 最后一支呢 就是KUYANA的这个偏硬挺版的 其实它内部的这个收纳口袋呢 是跟软皮的一模一样的 就是带拉链和不带拉链两个 然后它还有一个额外的设计呢 就是它的这个包包两侧带了两条须须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须须系在一起 那这样系了之后呢 它就不太容易散 而且呢 这个包的形状呢 就会更接近一个有一点点内收的梯形 我觉得这个款式和结构是跟爱马仕的Garden Party 有一点点接近的 那因为所有TOT都有这个收纳功能性的欠缺 所以呢 还想给大家推荐这个 就是TOT的内打 它的风格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科学 它这个最大的口袋是放电脑的 然后侧面这个升级拉承是放水壶的 这个是放手机的 前面你可以放一些钥匙钱包或者是笔记本 这样把你长袋的个人物品收到之后呢 你中间其实是空于出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空间的 那你就可以放一些什么开衫啊 或者是围巾 我觉得这个层面上来讲 它是提高了一个薄薄的有效的利用空间的 然后我还要特意夸一下它这个TOT 它是个放电脑的格层 因为我想用TOT背电脑的工具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电脑好像你背了一个铁板一样 就是你走的时候 它不是撞你就是撞门 反正就是到处撞 然后用这个把电脑固定住之后呢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而且因为它这个做的比较宽松 所以就是13寸电脑的拿取是非常非常顺滑的 但是它不适用于放15寸电脑 那这个TOT Organizer它的作用除了能管理好自己的物品 还有就是你换包的时候从一个包包 然后换到另一个包包的时候就不用一样一样的换了 然后上次那个IKEA好物分享的视频里给大家推荐的那个三块九九的TOT Organizer 也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那个只能放下随身的钥匙手机水平钱包笔记本这样的小件 电脑不要单独吧 那这五个包包各个方面的测评就说完了 然后做一个总结就是 说实话我觉得在各个方面性能表现最好 一定是Kryana的这两支 那在包型方面呢 Mewald就是偏复古的学院的 Everlyne的两支呢是更极简的 然后线条更硬朗更时尚的 那Kryana的这两支呢就是比较经典的TOT包型 总之如果大家看上哪个品牌的包包了 再去它的官网深入了解一下 有没有更适合你的大小和颜色 然后这里就想请大家也帮我一个忙 如果已经有了我今天分享的这些包包的同学 愿意的话就是在弹幕或者留言中 可以分享一下你们的使用感受 每只包包的优点或缺点是什么 这样就可以给其他的同学更好的参考 好啦那现在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第二部分就是 其他的几款我觉得很值得推荐的同情包 第一个是这个最近视频中常被问到这个APC的帆布包 那我觉得它这个语气说是上班杯 可能更适合上学杯 或者日常吧日常杯 然后这包包在我近期的视频中用的真的太多次了 就大家可见我真的非常喜欢它 上次好多同学问我这个小的木头夹子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我在淘宝上买的这种甜甜圈形状的 食物送大夹 我就把它做了一个装饰 然后夹到我的包包上面 不仅仅可以是这一只 然后像其他的 比如说这个Everlyn的这一只 你一样是可以把它放上的 就是夹上之后也是挺可爱的 然后下面一只呢也是一只APC 是这只在上期视频里温旋度特别特别高的一只 这包包呢是这种非常非常鲜明的 黑白的高对比度的极简的设计 因为它是男女同款 所以匆匆也能背 那我们有的时候出去旅行啊 坐飞机什么的 我就会背这个包包 因为如果我不想拎了 匆匆还可以帮我拎 它本身呢也是这样的尼龙肩带 而且它做的特别细心 它把这个中间的部分 这个两边拼接在了一起 这样你背的时候呢 它就更不容易下滑 同时呢它也附了一根这样的长的尼龙的肩带 然后给大家斜跨或者是男生来背 但是这个包包其实是个季节款 现在多半是买不到了 那我真的很喜欢它 很想来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也想就是在这个视频里 做一个问卷调查 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我在视频里推荐这种 我个人真的很喜欢 有很多值得分享的点 但是已经买不到了的单品 大家可以弹幕或者是留言告诉我 那除了刚才ABC的这只帆布包 我们顺嘴提一下这个 Transport Tote到帆布 帆布 好像是读帆布吧 它的这个帆布是非常非常厚实 硬挺的那种 所以就是耐造程度应该是非常好的 然后再下一个是从去年 它刚刚一推出 我就在视频里 还有微博上反复使用 也反复强烈给大家推荐的 这个Evelyn的4 bag 这个包包它真的是在性能上无可调题 用着太舒服了 首先呢是它的开口是这样吸扣的 既能保护好 跟财务同时拿取都非常的方便 然后呢 它的肩带是这样尼龙的 它既可以调节称称的短的肩带 然后就单肩背 也可以放长一点斜跨 只要有的同学可能已经是妈妈了 就是如果大家带娃的时候 可能被单肩没那么方便 希望它可以是斜跨了 那这个包带的可调节性 就满足了你们的这个需求 它本身的摩擦又比较大 所以不那么容易滑落 而且它比较宽 所以不会压肩板 然后这个包包的容量也非常可观 就大家看它方形的 好像没有其他几个装装 但是它是可以这样横半 放下一个13寸的电脑的 总之它在使用感受上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没有任何毛病 然后再下面一支呢 就是刚刚那个form bag的mini吧 这一支呢 它具备了刚才那个form bag的一切优点 然后它额外的 我觉得它这个长宽的比例 更好看一点 就是大家日常这样背一个小胯包的话 出行会非常的方便 最后一支呢 也是一支来自Everly的包包 然后它名字叫The Boss Tote 就是跟它的Boss Boot 是一个系列来的 也是这种丽质皮的 然后软皮的 可能是比较像女老板的那种气质 但是实际上 我就是不是很推荐这个包包 然后为什么呢 让我慢慢说 首先当我在官网图上看的时候呢 它是差不多这样一个 就是堆堆的形状 一个半月形的 化圆包的感觉 但实际上呢 它这个包形是这样 很长的一个方形 所以大家在这个包包里拿东西的时候 你会有那种伸手在一个缸里 这样瞎捞的感觉 就没有那么舒服和方便 而且它的拉链其实是偏硬的 它凑米的宽度之中 比较有支撑感的嘛 所以它会卡在你搁置窝以下的这个位置 你手就放不下来了 所以这个包包呢 它容量真的是很大 而且皮质也真的很不错 但是我觉得背起来就没那么舒服 那所以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或者觉得今天视频有用的话 欢迎你们给我点赞 然后或者留言告诉我 也欢迎还没有关注我的同学 关注我 YouTube上已经关注我的同学 欢迎你开启关注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我发视频的第一时间 就会给大家发推送了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